有罗省中华总商会与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共同主办的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候选人 Nathan Hawkman竞选筹款参会 9月10日晚在柔斯密市举行 当地的华裔民选官员 以及华人社团侨领和支持者 约200人出席 呼吁华裔民众团结起来 助力他在竞选中胜出 改善洛杉矶县的治安现况 罗省中华总商会主席庄配元在会上表示 近年来洛杉矶的治安问题愈加严重 枪击 抢劫等案件频繁 社区普遍感到不安 这种情况部分源自于执法不利 庄配元强调 Hawkman有能力扭转局势 让洛杉矶县重新恢复秩序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雄文胜也在发言中表示 Hawkman是改变现状的关键人物 特别是为了保障华裔社区的安全 大家应齐心协力支持他竞选 他呼吁更多华裔民众积极投票 共同推动Hawkman当选 我们过去四年多时间里面 我们的华人的社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我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 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那Nation Huckman是我们认为 Qualify 有资格来改变我们 目前洛杉矶县这个地区治安现状的一个唯一的人险 Hawkman也强调 他希望恢复洛杉矶以往的治安状况 并提及前任检察长库立和雷西时期的司法合作模式 认为当时的警察与检察官紧密配合 有效保障了社区的安全和司法正义 他承诺若当选将致力于恢复这一模式 为社区带来更安全的环境 We are tired of being of living in fear We don't want to live that way anymore Hate criminals get to go ahead and exist in our community and are not being held accountable That will stop That has to stop I refuse to move And I'll let a guy come in from San Francisco Which is George Gascon Ruin the public safety in San Francisco Come to Los Angeles Try to ruin our public safety And then get us to leave I love this community My family has been in this community for over 70 years I intend to stay in this community And I will fight for what I love For you For your families For my family And we'll do it by getting rid of George Gascon On November 5th 盛代博士市长吴承远 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陈赞新 在发言中 表达了对Nathan Hawkman 竞选洛杉矶线地区检察官的坚定支持 认为只有他的当选 才能扭转目前洛杉矶线治安混乱的现状 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 关键荣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郭颂博士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执行长林连连教授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张贤 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董事会主席 马壮等社团领袖 也在筹款参会上表示 坚决支持Hopman当选 全美电视台记者 柔斯密室采访报道 美国施室采访报道